哈嘍 欢迎来到 口红湿色小馆 今天呢 有帮您准备了 这么多的口红 不知道 有没有您喜欢的 接下来呢 我会帮助您 去挑选您 喜欢的颜色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只 这一只的话呢 就是长的小小的 还挺可爱的 它的颜色呢 是那种 比较浅的 比如说 不化妆的情况下 素颜图也很好看 质地呢 是那种 比较偏水润一点的 大概给您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嗯 有一点 片 粉粉的感觉 看一下 我来帮您吃一下 好 好 这边有镜子 您可以看一下 嗯 这个颜色还喜欢吗 嗯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再是第二种 这个呢 其实呢 我也好久没有用了 它的这个刷子啊 不是那种 是这样子的 没有那种 铁的这种刷子 颜色呢 颜色呢 属于豆沙色系 也是那种 很日常的 素颜什么的 都可以 哦 跟刚刚的颜色 其实还蛮像的 就是它没有那种刷子的话 可能需要一支 沾 要不然就没了 当两个颜色好香啊 才发现 来帮您涂一下吧 嗯 味道还挺好玩的 那我们再来是下一个 像这个的话呢 它是 这一面有一个 哎呦 这面是透明的 也就是 涂上去呢 亮晶晶的 还有呢 这面就是 唇油啦 这个颜色可能要 偏深一点 但是呢 也还好吧 好办 化妆什么的涂 刚刚好 素颜应该也可以 就是这个颜色 但大概呢 一会儿呢 大概等个两三分钟的样子 然后呢 再去叠加这个 透明的 透明的 它真的不会掉色 需要稍等一会儿 来 我帮您涂一下 好 好 那我们再来 touching 这个 然后再接下来呢 其实这些口纹 我也很久没有用的 有的时候呢 是在上班的时候 会用一点 有的什么颜色 我都不记得 这个的话呢 颜色好像 也有点浅浅的 这个样子 嗯 但是这个呢 它 特别的清爽 没有什么那种 油腻腻的感觉 颜色都差不多 可能是我 我喜欢的都是这种 我喜欢的都是这种 接下来呢 把您涂一下 嗯 这边还有一个 您要试一下这个吗 这个也是长的小小的 这么大一个 我还挺喜欢这种小小的 我还挺喜欢这种小小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吧 这个颜色 哎呦 终于找到了一个颜色 不太一样的 有点偏分 有点偏分 也差不多 但是这个和 有点油油的感觉 来帮您吃一下 的 支持不来 稍微 您 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